身穿嫌犯背心的就是平时经营地下钱庄的黄姓嫌犯 以史上最软借钱俱乐部在脸书上宣传 放高利贷赚取暴力 没想到一名余姓被害人借钱后无力偿还 反被迫加入讨债行列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 以黄姓为首的暴力讨债集团 是利用月期30分的重力 以贷放借款对无力偿还的民众施以暴力讨债 其中有一个被害人因为无法偿还债务 招该暴力集团胁迫帮忙讨债以抵消债务 继而从被害人变成犯罪嫌疑人 警方同时查获平时以暴力讨债为业的误信嫌犯 同样也是利用脸书刊登讨债公社 对外宣称可以帮人讨债 并以撒名指示以暴力等方式进行讨债 另外以污信为首的暴力集团 利用脸书社群刊登广告 对外宣传可替债权人讨债 并以债权的名义 po文推荐该集团的专业性 警方呼吁民众吹讨债务 应寻求正当法律程序 并切勿向高利贷借款 以免陷入暴力讨债威胁 记者综合报道